昨天就说过,要说一下何院士关于中国传统文化90%是糟粕的这个观点 由于呢,昨天一直讲中医,讲了挺长时间 也就没再说这个话题,害怕视频做的太长 大家呢,没有时间看 今天呢,就说一下这个问题 本来早上也录了一遍 但是呢,我自己说话有毛病,我知道 一是说不利了 再一个呢,就是语气词太多 我自己听着一看,语气词太多了 我就重新再录一遍 说这个问题呢,还是说 你得有理有据 你评论一个问题也好,说一个问题也好 你得逐条去分析 不要一说就笼统来一句 了解都没了解就说了 那样呢,太骗你 不够,怎么说呢 准确 现在先说第一个方面 标准问题 要是按西方所谓的科学精神作为标准的话 中国传统文化呢,是有很多讲不通的地方 但是呢,你要换了标准 你要是换作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标准的话 那么西方所谓科学精神 它讲不通,弄不明白的地方 咱们就都可以讲得通弄得明白了 它说到底就是一个标准问题 你以哪个标准去评判 这个都很清楚了 然后第二,西方所谓的科学精神的两面性 咱们知道啊,每西方国家一面倡导科学精神 一面呢,又不排斥神学 他们都信奉基督教啊 很多人都信佛 这本身啊,就很矛盾 你想想啊 你一方面还要信奉神 另一方面又说呢 我们必须要亲眼见到 亲耳听到 亲身触摸到 那你们信奉神的有没有触摸到基督 如果说科学精神在美国占主导地位 美国总统宣誓就职的时候 不应该按着圣经 他应该按着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世界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吗 都是低级到高级 水升到路升 那你按着圣经你说话不就等于撒谎吗 这个谁能相信你 第三,站位不同 用所谓的科学精神去看待事物 就好像呢 瞎子摸象 虽然摸到了 却很有这个局限性 它没有整体观念 因为你必须要亲自去看到 手摸到 身体触碰到 有很多事物是你触碰不到的 就好像你现在吧 你在这里 但是呢 一百里开外你去不了 一百里开外有另外一个人 那你看不到 你是不是就证明他不存在 他的不存在 只能是在你的认知范围内不存在 并不说明他真的不存在 这就是科学精神的局限性 是吧 所以说呀 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呢 它是站位不同了 它是呢 在物质之外去看待物质 它得到的是一个整体 然后它利用视觉和自己的感觉 去评判这个物质 所以说它看到的是一个全面的概念 你是没办法说 用科学精神来评价 中国传统文化的 第四 文化地位不同 就说美国的科学精神呢 实际年限不长 你从瓦特发明争气 是吧 西方那个工业时代开启 美国建国才不到三百年 你再怎么发展 我感觉呢 一种文化或者一种认知的发展 它是要经历过程的 从萌芽慢慢逐渐成长 到发展壮大 然后再到衰落 它是要经过一个过程的 科学在发展到壮大的时候 它是显得比较强大 但它又没衰落的时候 中国文化历经了五千年 但从时间线上来讲 它是所谓的科学精神的几十倍 就说中国传统文化 为什么在这几千年里 都没有断代 都没有呢 像其他文明一样淹没 主要是凭借的什么 就是凭借的它的适应性 和合理性 它要不合理 它也会被淘汰 它适应性不强 也会被淘汰 大二文的适者生存 本身就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 然后第五 中国文化是可以匹敌西方文化的 这个怎么说呢 就好像建国以后 我们在主席的指导下 打过两场仗 一个是抗美援朝 另外一个是抗美援越 我们是以极落后的装备 打赢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装备 和最先进的国家 凭借的是什么 是吧 然后赫鲁晓夫对我们的核讹诈 核威胁 主席是怎么化解的 当时我们原子弹不行啊 主席是怎么化解的 他用的是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东方思维 你像后来 尼克松访华的时候 尼克松对主席都是毕恭毕敬的 他在准备起来洗澡的时候 基辛格就说主席要召见你 尼克松就挺不愿意 说我这个 我还没洗澡呢 你就 你也不事先通知 工作人员就说了 主席召见谁 从来不事先通知 要看他的时间 你要不见可以 你这次访问就是失败的 你见不到中国的最高领袖 实质问题你没办法谈 结果尼克松去 挺不愿意去见了 见的时候呢 他是想谈中美关系 或者是中美的一个立场 但主席不跟他谈 主席跟他谈啥呀 谈的是哲学 因为主席明白 要说科技 西方是比我们强 这个是不用 不庸置疑的 但是呢 哲学 西方是短板 当然西方也有 从柏拉图开始 他也有 很多那个哲学家 但是他的哲学思维和中国的仍然存在差距 所以说呀 主席一见尼克松 在气势上就赢了 主席就说 说我本来要和美国斗争一半年的 但是看到你来了 给你个面子 减掉一百年 斗争九千九百年 这是什么气势啊 尼克松当时就说 说哎呀 中美之间不需要斗争 需要和平 这直接就把尼克松的给压下去了 从从气势上 后来谈到生死 主席说要去见马克思 尼克松就说 说天堂太小 容不下您和上帝两个人 怎么容不下 就是主席和上帝 中美的信仰上 仍然是存在的 斗争的 两个人都是强大的 力量 美国人信奉的耶稣 是上帝的儿子 如果按中国的辈子 小孩看到大人 都得叫叔叔拜拜 这个耶稣看到主席叫什么 我们就不说了 是不是 然后 第六 就说中国文化呢 并不单一 你像我们春秋战国时期的 百家争鸣 体现的就是中国文化的多样性 当时你像儒家 道家 墨家 法家 农家 阴阳家 民家 杂家 兵家 医家 宋恒家 他这么多学派呢 你不要认为 我就知道儒家 我就说中国文化怎么样 我就知道 道家 我就知道 我就说中国文化怎么样 他只是中国文化里的一个分支 你不能一篇改全 所以说你评价中国文化 你说他90%是糟粕 是靠不住的 第七 在中国文化里 强弱呢 是可以在不同的环境里 相互转化的 任何事都存在着 两面性 那就是说中国文化呢 是以发展变化的眼光 来看待事物的 并非是一成不变 也不会产生所谓的绝对 你要说 何愿是这句话 说实话就是有点绝对 你要说中国传统文化 50%是正确的 50%是不正确的 你这也叫看到了两面性 虽然有的时候是80%正确 20%是存在这个分歧 或者说20%正确 80%存在分歧 它都是有个变化的 对于这些事物的观点 我想啊 你要想去理解的话 要想去认识的话 它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现在我们很多人呢 还是认为西方所谓的这个科学精神 就是主宰世界的一切力量 产生这个的原因也是呢 鸦片战争之后 我们当中啊 很多人 让西方的科技 给打的背负的 东北人讲话打背负的 打的背负以后 这些人就产生了 对于科学发展力的一个恐惧 当然你得承认 科技是第一发展 生产力 这个你得承认 但是呢 我们在没有第一生产力的情况下 同样不是胜利了 所以说 当我们 很多人在 信奉西方的时候 其实西方人啊 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的力量 对于科技的力量